生活的船上 住着两个人 捆不住的恨 想念的冰体就不能再分 啊 把青春的追求带回草 熬成吧 爱情的火也让到黄昏 啊 错过的太多才懂得真 啊 爱 丰收的季节 守护人情 啊 把青春的追求带回早晨 把爱情的火也让到黄昏 啊 错过的太多才懂得真 啊 爱 丰收的季节 守护真情 啊 丰收的季节 守护人情 啊 把青春的追求带回草 啊 红带回草 啊 红带回草 啊 红带回草 伯母 小柯他在家吗 在 小柯 小柯 你锁门干什么 小柯 这 小柯 郑同合 我告诉你 我现在已经怀孕了 什么 这是真的吗 但是 是不是你的孩子我就不知道了 半年多来 你从没和我通过床 他怎么会是我的孩子呢 你少废话 我要你马上过来给我解决问题 小柯 我的经济命位是掌握在那个黄脸婆的手里 我也没有办法 她来了 等有机会我再给你挂电话 等等 把你的地址告诉我 喂 你是哪位 我是 秦小柯 就是被你男人欺骗的那个人 原来是你 我那还没有见过面的小妹妹 你有什么事情吗 请把你家的地址告诉我 我要去找你们 你到我们这里来做什么 解决我和郑同合之间的问题 保证和你之间存在什么问题吗 我感觉你们还是相处得很好的嘛 我对你们是很宽容的 你们既然已经有了这层关系 只要你将来不和我计较名分的问题 我想我也不会去计较什么的 你不计较 可是我要计较 请你把你们的地址告诉我 好大的口气 你不要忘了 你只是一个傍然挣钱的女孩子 你是没有资格同我讨价还价的 你让郑同合讲话 你为什么要同她讲话 这个家只有我说话才算数 你们这一对肮脏夫妻 我告诉你 也请你转告郑同合 我秦小柯 从现在起 不会再任由你们欺负了 医生 我是特意在这儿等你的 走吧 我现在已经彻底糊涂了 你不要再解释什么了 医生 确实是我伤害了你 我再一次诚恳地向你道歉 不 没有这个必要了 我们还能像好朋友 好搭档一样相处吗 我需要你的帮助 好了 只要我的希望不破灭 别 你不要再抱任何幻想了 那样 我会感到愧对你的 我不认为你们恢复关系 就是和好的象征 这谁都清楚 无非是孩子在你们中间 起作用吗 这样是不会长久的 你怎么这样医生 我不想跟你讨论这些 只是因为孩子的哭闹 他就能善待你吗 我不相信 真的医生 昨天我们谈了很多很多 感情上确实已经有了新的沟通 他和我都认识到了 过去反复闹离婚 确实有游戏的成分 那天 我主动答应你 那完完全全 是一时冲动之下的轻率举动 不管是出于什么考虑 总之是我欺骗了你 也对不起好坚强 我不会原谅自己的 我不会原谅自己的 俏俏 你说的不是真话 我不会放弃的 医生 你还让我怎么跟你说呢 真的 像你这样的人 一定会得到更理想的爱情 我再说一遍 我不会放弃的 这是我的权利 姨妈 你看这件怎么样 挺好的 确实挺好 可呀 我真是不明白 你在搞什么名当 正能和他当 你还没上够啊 这有心血来潮 搞什么征婚启事 还得家财万贯才能应征 我看你呀 是得神经病了 姨妈 这个你就不懂了 我就要看看 哪些喜欢在女人面前 直高气扬的有钱男人 都在我面前低下了头 你呀 这是在拿自个儿的名誉开玩笑 我还有考虑名誉的必要吗 你总应该考虑考虑 郑通和那个畜生吧 他是要找你麻烦的 我考虑他 我是嫁给他了 还是卖给他了 那你等问题解决了 再另外嫁人也不迟吗 他连地址都不给我 我上哪去找他 我看哪 人家坚强帮你出了好多主意 你就是不听 要我说呀 你应该再去找坚强 跟他商量个办法 好坚强好坚强 动不动就要我去找他 人家没有责任 必须要帮助我呀 再说 他和他妻子的关系刚刚有转机 我现在去找他 那不是给你了 当你这事 那不是给你这添乱吗 那不是给你这添乱吗 这事 这事 你请问他 你不问我 你不问我 不管怎么说 你呀都应该去找找他 你这也应该 那也应该 你就不想一想 从姚思萍开始 有哪个男人不是在耍弄我的 我就不能耍弄他们吗 我就是要这样做 我呀也弄不懂你那些顾虑了 你呀自个儿看着办吧 我可管不了你了 伯母你好 请问这里是秦小姐家吗 是 是秦小柯家 你是 我叫鲁英杰 是来迎婚的 我是秦小柯的姨妈 您请进 谢谢 请进 您请坐 好 请喝茶 好 谢谢 小柯马上就下来 您好 您好 请坐吧 您也坐 我叫 我叫鲁英杰 鲁着身的鲁 英雄的英 豪杰的杰 不成敬意 秦小姐 谢谢 比起秦小姐事的话 我这个有点拿不出手啊 没关系 鲁先生 你是看到了那份 征婚起事以后 是的 我对秦小姐开明的态度 和前卫意识表示钦佩 按照秦小姐征婚起事上 所提出的要求啊 我把这些资料都带来了 这是房契 还有鲁英雄存折 对不起 鲁先生 您不觉得 当初这种标信利益 征婚起事的女人 她对待婚姻的态度 是不是不够严肃啊 这不存在 态度严肃不严肃的问题啊 我甚至觉得 这种标信利益的做法 倒有很多地方值得称道 就像两个人谈生一样 双方都愿意把自己的目的说出来 这样呢 感情也比较容易沟通 那么坐下来谈具体事情的时候啊 双方也就可以开诚不公的谈了 是不是 对不起 鲁先生 您认为我们今天的见面 是一种交易的开始吗 是这样 你可以到婚姻介绍所去看一看 那些在电脑上登记表格的人 填写的最明晰的 就是征婚条件 绝没有任何一个人 会把他内心的真实愿望露天调 你很直率 鲁先生 我非常愿意和你这样的人交谈 其实 我最主要的 还是被秦小姐的容貌和气质所吸引 所以我才貌为登门 这样看来 鲁先生对我这个人的第一印象还是不错的 气质是不错 我这也是异乡情愿 不知秦小姐对我 这个小柯呀 他是得了精神病怎么着 谁能帮帮他呢 好 秦小姐 那我告辞了 好的 秦小姐请回吧 考虑好了别忘了给我打电话 我等你消息 好的 再见 好 好 秦小姐 秦小姐 好 秦小姐 秦小姐 你到底想干什么呢 妈妈 不要做贼心虚了 我已经看见了 怎么 还在惦记着小秦的事啊 我觉得她这种病态表现 如果不及时纠正的话 可能会 不用解释了 我说过了 你还是应该去看看她 免得发生什么意外 可是我已经去过了 她不愿意见我 为什么 你啊 应该再去 今天是她正式的真婚日 不要让她一时冲动 把事闹大了 把事闹大了 可就不好收场了 我 我 我什么我 担心我有想法 咱们这个家 不是刚刚开始好了 我是怕会不会 是 人家小秦征婚的对象 是有百万元以上存款的大款 要有私人企业 私人轿车 和私有住房 你不想想 你好坚强能占哪一条 你呀 充其量 也就是个见义有为者 我不是怕你多心吗 我干吗要多心 去吧 那我去啦 至于感情问题 我觉得我们建立恋爱关系以后 可以慢慢培养 我相信不会成为什么问题 那么 你就不想更多地了解一些 我的过去吗 完全没有这个必要 从直觉判断 我觉得秦小姐 是个可信的人 谢谢你的信任 不过我还是不明白 既然你来硬婚 你为什么就不想了解 我的过去呢 秦小姐 这不必生意 凭心而论嘛 我七人经商这么多年 虽然也有不少追求我的女孩子 但我从未动过心的 原因不外乎他们过于肤浅 看重的只是我的钱财 可是今天一见面 秦小姐 无论从内在的素质 到外在的气质 都不能不使我心动 秦小姐 如果我能把心掏出来给你看看 我相信 不 我坚信 你会看到一颗赤诚的红心 在跳动 你千万不要这样 秦小姐 你 不 没什么 既然你那么厌恶金钱 难道你就没有感觉到 我在争宏启事中提出的条件 其实也很有铜臭味嘛 这 罗子 你 你的 呀 你 我 要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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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当初以心相许的那些男人 他哪一个又不是在戏弄我 要我思平这个伪君子 在我最痛苦最无依无靠的时候 把我推入了深渊 郑通和这个禽兽不如的 我可以告诉你 这次征婚 我确实是在戏弄那些男人 我就是想切身地感受 戏弄人的感觉 别理他 我现在人不人鬼不鬼地活着 求生无门 求死不成 又有谁当面只走个他们呢 这次征婚 你这次征婚 你竟然这么鄙视我的所作所为 那么你应该告诉我 我到底该怎么做 尽管姚思平正同和他们 是一些不够资格做人的男人 可你也不能把对他们的怨恨 发泄在那些无辜的男人身上啊 可能他们敢于硬婚 是因为自身的钱财作怪 或者他们硬婚的目的不纯 可他们并没有伤害过你啊 其实啊 你这样欺骗人 是一件很不道德的事情 难道这就是你要对我说的 我可以告诉你 秦小柯的病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轻 他的焦虑性抑郁症已经很严重了 如果再受到什么刺激 就很可能发展到住院治疗的程度 剑强 你在想什么 不 没想什么 不 没想什么 还是 它 还在考虑晓秦的事啊 bers吧 走吧 陪陪我 你也好散散心 俏俏 我不适合那种场合 你现在也是生意人了 就是不适应 也应该去锻炼锻炼吧 再说 我把喽喽放在我妈那了 你一个人在家 我说你别总把自己的意志 强加于人好不好 人家别人出席这种活动 不是带着朋友 就有丈夫陪着 你倒好 我说你现在有成就感了 自我价值得到了充分体现 你就可以用高人一等的目光 来看待我这个处境 不如你的男人 你才有这种形式上的迫切需求 我从来就没自认过 是个平庸的女人 你再好好看看这情节 请携夫人以会 是个平庸的女人 我 我 我 夫人身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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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现你啊 越来越来越难性化 从哪儿说去呀 不仅是 为人处事 那 你不就是个 同性恋了吗 你看 连你的舞步 都是男人的 就是你嘛 总要让人家带着走 你怎么才来 有点事儿 怎么 今天女朋友不方便呢 要不 我给李兄 临直琢磨一个 你说这些不阴不阳的话 找错人了吧 不不不 没这意思 没这意思 我是说呀 那个小美姑娘 你是只知其人 不知其所以人 她是我执女 咱们进去找个地方谈谈吧 我会快完了吧 我看你是不想做这笔生意了吧 不不不 别别别别 算了 今天小弟啊 就暂气风流半流了 走 李兄 开房间去 来 把酒喝了 哎呀 你自然一点儿 哎 你正坐起来好吗 舞也不跳 酒也没心心喝 哎 要不 你就到处走走看看 顺便 也及时一些朋友 哎 谁说我们喝酒 倒酒 哎 还喝呀 你别忘了 你是来参加舞会酒会的 小姐 请你跳舞好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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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事儿就这么定了 工程由你承包三分之二 管理费嘛 还按老规矩 这没问题 保证金保到哪儿啊 楼宇公司账号 哦 哎 这次怎么到那个 你可别跟我使花花肠子 我这次可是竭尽全力辅助我的老板 你要是坏了我的事儿 今后就别想在我这吃到一杯羹 知道吗 满水 满水 过来 哎 你要没事儿你先走吧 哎好好好 那我走了 啊 你怎么才来 我正好换见一个朋友 顺便和他那个红包工程 你要不要听听回报 哎 不用了 医生我们跳舞去吧 好 来 走吧 哎呀 你放开手 让人家看见像什么样子 怕什么 我也没拉别人家的男人 哎呀 我说这大星期天的 你这是上哪儿去啊 说实话 我真没兴致再陪你去参加那些应酬活动了 你就别问了 你就快跟我一起走吧 哎 我说你现在怎么变得 世事都喜欢强加于人呢 是吗 我可没有这种感觉 但愿这世上成功的女人 千万别像你这个样子 每个小子 我都会跟上一筱快乐 大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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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身体怎么样啊 我最近挺好的 那就好啊 想不想出国旅游啊 到东南亚去转一转 叔 你带我去啊 你跟我去有什么意思 等过两天哪 那我给你联系一个豪华旅游团 你呀和你的朋友一块出去转一转 妹呀 最近还上那个好朋友家去吗 没有 他好几天都没有来这儿了 我也没有去他呢 我说的不是他 我说的是啊 咱们家那个邻居 哦 你说的是秦家呀 他那儿我倒偶尔去坐一坐 只是偶尔 你们俩的关系怎么样啊 挺挺好的 嗯 嗯 妹啊 叔有点事想请你帮个忙 不知道行不行 你俩的看病 那我受了大家看他 还应该也要是个唐呐 你最懂得是秦家的 哦 你才能能照片 公司上的一万两万 药啊 下毒 看吧你下的 叔能让你干那种事吗 既不是下毒 也不是害人 这种药啊 在市面上有的是卖的 叔啊 是想拿这个东西 开个小小的玩笑 叔 不 我不敢 我上次开的抗抑郁药 他吃完了没有 他情绪非常不稳定 如果没有人监督的话 他很难按时服药 这就很难办了 那您说 还有其他的办法 能治他的病吗 他这种情况 是比较严重的 单纯靠药物治疗 是很难见效的 主要的 还是看病人 能不能主动做心理调整 心理调整 心理疾病的治疗 药物和医生 都只是个辅助作用 主要是靠患者的积极配合 按照你们说的情况 患者所处的生活环境 十分不利于他的身心健康的恢复 我看 如果他的病情再这样发展下去的话 很难排除精神上出现大问题的可能 那 您的意思 他就没救了 我前一次 已经和你丈夫谈过了 这类患者 最需要的就是生活和精神上 无微不至的关怀 当然了 当时啊 我还不清楚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我也曾经明确地表示过态度 患者最好到医院来治疗一段时间 我想这样对他会有一定的好处 让他和那些精神病人住到一起去 你不要把精神病人都理解成疯狂类型的 这其中有明显的区分呢 不 不 绝不能让他住到这儿来 哦 拿这个给我看看小姐 这个吗 对 就要这个 谢谢 多少钱呢 三百八 别扎了 行了吧 你又不是初次去他家 干吗买这么多东西 正因为不是第一次去他家 所以啊 我得挑点合适的礼物送给他 不能让人家觉得我们寒酸嘛 我说得没错吧 一个人一旦要是有了自己的地位 你就往往喜欢世事强加于人 你什么意思嘛 那咱把东西都退了吧 别别别别 快走 让人家看起都不好 以后我再也不关你的事了 您这人太漂亮了 来 像给您定做的一样 想压吗 来 快看看 好 多少钱 两千二 两千二 对 打折厚的价 好 打包吗 打包 好 好 欢迎再来 欢迎再来 好 小柯 你觉得你的内心真的和这个世界格格不入吗 怎么说呢 有时候我一个人上街 心里都会有种恐惧感 那以后我经常出去陪你走走 谢谢你了 小柯 即使啊 外面的世界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可怕 那你的意思是 我该融入这个社会 彻底脱离这种不劳而获的生活 小柯 坚强说的有道理 我觉得不仅仅是你 就是坚强也应该多接触接触社会 不然将来 打住啊 我说你说话别总一语双关好不好 现在这个世界上 虽然有犯罪有欺诈也有不公 可他毕竟是生活 是真实的生活 你要是不敢面对他 那怎么行呢 对啊小柯 就像你现在这样 总把自己紧固在一个孤独的小圈子里 折磨自己毁灭自己 我都想象不出来 你搞一次戏弄别人欺骗自己的真婚 来麻木自己 你要是再想不开了 你又用什么办法去解脱呢 其实啊 想结婚 谁也阻拦不了你 包括他正通和在内 即便他有手眼通天的本事 狼啊清空下 我就不相信他能够左右你的人生 你们知道吗 当那些流着口水的男人 败倒在你脚下的时候 那种感觉 是什么滋味吗 我怎么能有这种感受呢 我就是要看到那些男人 败倒在我脚下时 那副可怜的样子 我让他们品尝 渴望不可及的滋味 我要让他们 去做玩弄女人的美梦 可是一旦梦醒了 还是一场哭 我说小柯 你好阴险呢 我真的很阴险 渐强 开玩笑有点分寸 渐强 如果我真的可以变得很阴险的话 那么正通和 不是会被我击垮的吗 我说小柯 我们就谈谈 刚才翘翘说的 关于你今后的设想 今后 我还有机后吗 小柯 你这又是 为什么 我没什么 小柯 你不要再去想那些过去的事情了 我说小柯 我说小柯 你 要是把我和翘翘当朋友的话 你就要听话 好吗 建强 你以前给我读的那些小说 我都录下来了 真的 嗯 其实没有必要 翘翘刚才已经说过了 让我以后啊 多来给你多小说 有时候我的心情不好 就把磁带拿出来听 这样我的心情就能变好了 我放给你们听 我放给你们听 我知道 我来说 你真爱的情 让我记住的命远坎坷 你我今生不知能否错过 真爱的情充满激怒和爱乐 我的爱人我应该怎样向你诉说 共同猜下的书就盼它结果 携手走过的路旧的痛去怕破 用心结下的缘拆也拆不散 用生命支撑的爱是一首永恒的歌 真爱的情出的命运坎坷 你我今生不知能否错过 真爱的情充满激怒和爱乐 我的爱人我应该怎样向你诉说 统统摆下的书就盼它结果 擺手走过的路旧的痛去怕破 用心结下的缘拆也拆不散 用生命支撑的爱 是一首永恒的歌